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喝酒 我又不懂喝酒 所以不是跟你講什麼紅酒好 白酒好 洋酒好 不是講這件事 講是講這個喝酒文化 在內地那個喝酒文化就很厲害 尤其是做商業的活動 尤其是東北 自己就不喜歡喝酒 因為小時候經常給哥哥和老爸 老店就要外出賣啤酒 麻精 三精 煙 所以就不是那麼喜歡去喝酒 因為有些童年的陰影 就是這些令到自己不是那麼沉迷 也都不喝 在內地有時始終被迫都要喝 但是也不是很多 因為老闆不喜歡喝酒的時候 跟老闆不是那麼大 酒印那麼大的時候 都可以避到 曾經去過東北 他們有些勸酒 讓一些女生去怒你 五十幾度 一杯一杯 怒你 又不讓你拿著毛巾去吵 都挺麻煩的 在喝酒裡面 其實看到很多人生白態 有些人就特意 有些舊老闆 特意借醉 就假裝醉去打別人 又見過 去調戲女生 又見過 去打女生 又見過 然後發酒癲 又見過 數杯又見過 真是人生白態 什麼都見過 自己就很清醒 醉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少少醉是挺陷害的 但是我都不是那麼向往 所以我對酒是沒有什麼感覺 在內地那個 經常都酒 夜場 差不多連城一體 有些朋友跟我說 如果喝酒就可以做到生意 其實在夜總會小姐 應該就一定做到生意 媽媽一定做最多生意 如果只是去夜總會就做到生意 這個世界就很容易 我覺得是怎麼說呢 有些人很多人是藉口來 就是家裡過得不開心 就隨便走去夜總會 就去做這件事 第二個就是夜總會是一個投名狀 你跟他一起喝過花酒的時候 你就是一檔 這些是有些人會這樣說的 最近有一間公司出了事 喝酒 有些上司 非禮下屬 就出了事 這些是關乎一些公司管治 因為當那個女生一投訴的時候 如果用以前的方法 就掩蓋它就不行 因為現在網絡的威力就很大 再用以前的方法去做那件事 慢慢查 慢慢去補獲 我想是不行的 現在今時今日 那個叫做女權那麼至上 要去真真正正認真去調查 就是要該停職的停職 因為現在是很容易發酵 變成一件很大件事 並不是好像自己關門可以處理 我不是說為哪一間公司辯護 而是一個作為一個上市公司也好 或者是大機構 那個危機處理 一定要寫好那些程序 怎樣去做 不可能由自己掌官意志 判斷那件事 是不是又是事實還是不是事實 一定要跟隨所有程序 一遇到這些事 要做些甚麼程序 要去到哪一個層次 要做些甚麼的決策 要做些甚麼的措施 是要想清楚 不可能再見招拆招 這些事我覺得 要將所有不同的情境 要列出來做一本手冊 今天想說的飲酒文化到這裏 有甚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